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李健调侃 上次看完节目 自己也是私信谭永林 问其为何不推荐我来时光音乐会 难道我不是25岁吗 对此 大家八卦 而李健坦言 校长说 第一时间也是想到我了 但是发现没有我的微信 说等我完微信了 下次就邀请我加入25岁大家庭 哈哈哈哈 这回复真的很情商 当然 毫不客气地说 谭永林成了分享环节的气氛担当 幽默风趣 而时光音乐会这样的模式 就是认真的在享受音乐 举办一场音乐会 小伙伴 对此你怎么看 也得 NZD一场合唱雅 你踊开始犯法 避免和转发